詞曲 李宗盛 佳議員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剛才我們談的這些 我們的網友大概 都有共同的認知 共同的感覺 我想再請教我們李大師 你認為拍好一張照片 剛才除了說技術跟藝術之外 就是說我們必須用我們的心靈去拍 我們自己先感動才能感動別人 不是說信手拍來 隨便反而我拍一大堆再來選 當然這種人也很多 絕大部分 絕對都是這樣 但我現在要請教我拍一張好的照片 當然這好像包括我們籠統的包括 風景 比如說人物都包括在內 我們籠統的講要拍一張好照片 你覺得你給我們一觀眾一個講 把它歸納成幾個因素好不好 你們要注意哪幾個因素 大概就按這一個手伸出來 我們看到五樣東西 我想我們大概可以把相機拍照 跟我們分成這五大因素 這樣我們講比較簡單 第一個因素就是相機 沒有相機白說嘛 對 我們就是文不對題了 我們就要問相機來講 但是這個相機裡面 在這100分裡面 在我的感覺裡面大概只佔十分而已 嗯 第二個因素 相機只佔十分 只佔十分 因為這個相機都沒有問題 就算是傻瓜 是傻瓜相機 因為現在的科技 電腦等等的 這個傻瓜一點都不傻了 它所有的功能都超過你 你所需要的 你能夠用到它 百分之一已經連綽綽有餘了 就算是傻瓜相機 它各種性能真的是 對我來講我覺得 其實比我們聰明 那足夠了 足夠了 所以我認為相機不是問題 你好像在打球一樣的 這個球不是問題 問題是你會不會打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技術問題 我現在覺得技術來講的話呢 也不太有問題 因為 你只要會使用這個相機 會使用 因為它的說明書都寫在那裡 並且我們的參考書 這種menu都很多 所以技術 而且我們每一個的智慧 跟經驗都不會差 所以技術來講問題也不大 所以我認為說在這個100分裡面 技術問題大概佔20分 也佔20分 相機佔10分 技術協20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主體的問題 就是拍什麼 拍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真的是不值得拍 拍美女 或者拍 那你這20分 那就滿分了 就滿分了 所以這個主體佔20分 主體好 差不多就是20分就佔了滿 就加分 所以這個幾乎跟技術是 這等量的 20分是整的 所以這個裡面 前面這三個項目就佔了一半了 前面有10分 再來就是這個相機佔10分 技術佔20分 然後主體佔 就佔了50分 剩下的 剩下還有50分 就是攝影者的概念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概念贏的話 你前面輸的那個差不了好多 但是你概念贏的幾乎就 勝負是決定在概念上 而不是決定在你的相機上面 也不是決定在你拍的東西都好壞 然後呢 你的主體來講 你只要概念夠的話 你拍的照片怎麼樣你都不會插到哪裡去 這是我來看一個照片 每一個元素走戰的比例 所以我 換句話說 我最重視的還是概念的問題 相機 你好像寫字一樣的 你的字寫的好壞 不會因為你的比比別人好 你的字寫的比較好 我想不是在這 它只是讓你加點 加分 加分 但是它不會把你 把字的好壞 這麼加到重程度 它只是 原來25分 要加到30分 它只能加到這個部分 你講這個 我就想到以前 以前很久以前 像我們當學生時候 就是那個攝影 那個相機 就很大的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一個好的相機 一個插的相機 那時候插的片很大 很大 但是現在差別小了 因為相機都很好 日新音樂技術 一家比一家好 你好我比你更好 你的技術心 我比你還要更新 所以現在這個相機 幾乎不是問題 幾乎不是問題 對 最大問題還就是 你會不會用 你會不會用 會不會用還表示 你的看東西的角度 是從哪一個切入 而且你的心境 你要表現什麼東西 這個很重要 這都是在概念裡面 這其實跟我們畫畫一樣 對 那我畫一棵樹 畫一棵樹 畫一棵樹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就是我畫 我要表現什麼 我心理的想法 或是我對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什麼樣的期許 賦予它某種意義 那某種意義 這個畫就比較有意思了 那攝影一樣 我想這藝術都是相通的 通的 那 不只是攝影 我想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是一樣 包括經營一個公司 對 或者是我們做一件什麼事情 對 講一些什麼畫 其實都是 都是一樣的 都是講藝術 對 所以說剛才 等於說 你把一百分裡面都 五十分就是概念 五十分概念 但是這個概念講真的 這概念是非常難以傳授的東西 你前面技術啊 什麼都好傳授 對不對 那但是就是要怎麼樣 這個概念是非常難傳授的 講不清楚 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那今天我們在這個 訪談這個時間裡面 如果想要把李大師的所有概念啊 就跟我們的網友分享 也不容易 因為他拍了大概 上十萬張以上的 都是精彩絕倫的照片 那我就是 我真的很想要把這些 跟我們網友分享 可是問題是太困難了啊 所以今天呢 我們呢 選了一些些 你多少張給我們觀眾 來欣賞 選二十張照片 二十張 那也不多了啊 選二十張 那所以啊 那我們這二十張照片 要再等一會兒的節目 最後一個展現 最後要我們專門 把這張相片修出來 那我再要請教就是 我的感覺是 現在啊 不但是你說 拍完這照以後 我們必須要跟電腦連結起來 是不是 因為我知道 現在電腦的技術很重要 我們出去拍了以後 有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我們去拍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 庫 那個 比如說龍門石窟 什麼 龍門石窟 那石窟裡面很暗 很暗 都拍不出來 可是呢 你在拍 我記得很多人說 這好暗的 沒辦法拍 拍不出來 而且裡面又不能讓閃光燈 你說 拍不出來 但是我們李大師可以把那個 石窟裡面的東西 非常暗 它都拍出來 拍出來以後 我知道可以在電腦裡面 把它恢復亮一點 這個技術 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 用電腦來恢復這個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的 不得已的 能夠不用電腦 不能不要去仰愛它 盡量不要 就說原來的片子 它本身就具備的 這麼一個各方面的這種條件 以我來講 我的概念是說 只要我眼睛看得到的 那我就要拍出來 它暗的東西 我就拍出那種暗的感覺 它亮拍出來 我們不必把暗的東西 表現到多亮 你講了說 只要眼睛看得到了 這些話 不容易做到 因為你眼睛看得到了 不見得別人眼睛就看得到 所以說拍照的人 那個眼睛要非常的敏銳 要敏銳 是不是 那你要知道 而且你要知道 這件東西 這個情境 我如果把它拍到我的那個 相片裡面 它會是 表現出什麼樣子 它會有什麼樣的美感 或什麼樣的表現出來 你必須要知道 你要先預期 預期 所以我看你 這就是你的判斷 對 所以有時候 我們 我常常看人家拍照 就是一出去拍照 比如說有一個牌子 那個人就站在牌子旁邊 或者是站在牌子前面 或者是有一個門的話 就一定站在門裡面 這樣拍出來 其實我很想跟他們講 你這樣拍不行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 都是有一個 比如說有一個什麼門 它一定是鑽在門下面 站在門中間 這樣拍起來 真的是效果非常 平常 正常 並且 比如說上面一個瀑布 那個人就站在瀑布底下 剛好頭上有一個瀑布 或是一棵大樹就站在頭上 這樣的照片 這就是一個美學的概念在裡面 是 這是最基本的 說真的 這已經不是什麼概念的問題 但是最困難也是最基本的部分 可是這基本的 電行桿在那邊 你一定不要把電行桿頂在頭上 這是最基本的 這就是空間桿的問題 空間桿的問題 敏銳的問題 眼睛要敏銳 所以我有時候幫別人拍 拍了很多很好的照片 可是在我自己 我回來一看 我快要吐血了 我不是頭上頂著大樹 就是頭上頂著電行桿 或是頂著兩個角 不知道哪來的東西 都頂在我的頭上 而且真的是拍著 有時候真的是蠻難過的一件事 所以說 我倒是希望 每個人對拍照 都要有很好的一個概念 無論人家幫你拍 你幫別人拍 能夠拍出真的是賞心悅目 值得紀念的好作品 這是人生的人一大快事 所以我們下一節 下個階段 我們把李大師您的一些作品 秀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好吧 我們在旁邊請你解說一下 是 OK 謝謝 謝謝